原木打造的台铁三快速车站 保留原始的古迹文化别有一番风味 在铁路地下化之后更是重新整建 串联铁路绿原道美化周边环境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25日南下 由立法委员李昆泽邀及相关单位 到车站前现场勘查 在地奉北里长郑建村也说出了看法 希望能够重新规划在地的古迹文化保存 地方喊出要增设蒸汽火车头 吸引观光人潮 带动周边的商圈以及邻里发展 让这个地方可以成为高雄的新景点 交通部长王国才听了表示将会全力支持 奉北里跟三方中间 会因为我们这个三快速车站 这个老车站的重新规划 让它有这个回到从前的那种感觉 有这个蒸汽火车头 有车厢 一些相关的这些设施以后 能够带动这边商圈的一个活路 刚才希望说把蒸汽火车 还有一些户轨 还有整个在整理一下 让城市还是留下我们的一些历史 然后我们住在那边的人也留下一些记忆 这个方向我非常的支持 是不是在三快处旧站旁边 要有一个蒸汽火车头户轨 让大家了解在过去它的一个历史 那这一部分当然 在用地部分我会请我们台北局全力来协助 中央特地南下聆听地方声音 实地勘察了解地方需求 但要规划放一类火车头 可没那么容易 得先协调铁路局借地 厘清管理责任 三快处旧整体的 还有蒸汽火车的一个摆放的问题 以及老三快处旧跟老火车头 整体的一个重新的规划 以及相关的原本台铁的土地 试服跟台铁要如何合作 重新的规划 这个部分我们都必须在过去 还有相关的一个协调 点出了土地归属 以及管理问题 下一步就要靠明代争取 看要如何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快错车站 发挥最大效益 同时也能够活落周边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